哈喽,大家好,今天教大家做软糯抠团非常好吃的火龙果麻糬软糯包 喜欢的,跟着我一起试做一下吧 和面筋肉加入300克高筋面粉,20克白糖 4克奶糕糖酵母粉,打入一个鸡蛋 160克炸好的火龙果汁 启动揉面程序,揉到光滑的面团,再加入两克盐 20克味之软好的黄油继续揉面,直到可以拉出一层薄薄的手套膜即可 整理一下,面风醒发至两倍打 醒面的过程中,再来做个麻薯馅 碗中加入90克三项水墨糯米粉,20克玉米淀粉 30克白糖,150克纯牛奶 给它充分搅拌到没有颗粒状,最好过滤一下 盖上保鲜膜水开即时上锅蒸20分钟 蒸好趁热加15克黄油 趁热把黄油揉进去 拿到揉面垫上继续揉 揉的面团特别光滑 封上保鲜膜放一旁备用 形好的面胚拿到案板上按压排气 把它大小平均分成八等份 把做好的麻薯也平均分成八等份 取一个面系在案板上擀薄 铺上一个麻薯 再放上点肉松 像视频中的手法 给它包成长三角的形状 收口处一定要收眼紧实 我还包了麦梅馅 你也可以给它包成圆形 全部做好依次摆入烤盘 盖上保鲜膜醒发至1.5倍大 形好的面胚上面锅筛上一层面粉 用一个锋利的小刀 割成自己喜欢的花形 送入体验预热好的烤箱中层 上下火170度烤25分钟 中途颜色满意 记得加盖锡质 这样软糯又非常好吃的 火龙果麻糬软糯包就做好了 喜欢学会的小伙伴 赶紧动手制作吧 美食每天更新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